來進行我國手中步道公司協力政策推動的歷程簡報 謝謝 李局長 還有主持人周執行長 與在場的各位貴賓 各位所有愛好我們三里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 好 接下來我就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先來介紹一下國內手中步道公司協力政策推動的一些歷程 我的報告大概會從推動年期 然後就是我們手中步道的一些推動方式 以及我們手中步道一些步道師的訓練方式 來跟大家做介紹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山林 森林的覆蓋率有58.5% 那在這些山林都是 底下我們的步道是經過我們台灣的山林 那這些山林裡面就是有很多的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以及自然的一些珍貴的一些自然景觀 那我們民眾要接近山林 就是透過我們這個步道 然後能夠來進進我們的山林 那在步道的發展上 林務局的發展是非常的早 早在三十幾年前就開始發展這個 這個森林步道 那從民國七十年的期間 我們林務局在省府時代就開始在 整修森林步道以及林間避難小屋 在八十年的這個這期間 也開始調查全台的熱門的步道 那到了民國九十年 因為今天會召開沿上全國 登山步道的一個步道網的會議 那決議由本局來協調各個相關的單位來規劃 整合建制我們全國的登山進行步道系統 那第二年開始 我們就來進行國家步道系統的計畫 然後著手整建全國各地的既有的步道 那配合當地的資源特色來建制發展各地的步道系統 那在九十年九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就配合行政院呼應民間發起千里步道 開密千里步道回歸內在價值 這樣的一個社會運動 來擴大全國步道系統的一個建制發展 然後賦予我們的步道一個新的生命跟定位 那我們步道發展的定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從步道來清淨山林 然後我們提供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讓國人在清淨山林的時候能夠達到一個 在裡面得到一個健康 然後也因為他清淨了一個山林 然後鄰近的社區也終於可以得到一些發展 然後促進在地的產業發展 然後提升我們台灣的一個形象 在目標方面 我們完備了我們整個全國步道的一個建制 建立我們旅遊的新網絡 然後開創就是在推動生態旅遊 然後開創我們山區的綠色產業 然後讓我們更多人來接近山林 然後認識台灣 在我們的步道發展策略上 我們是先從基礎的一個建設開始 先從規劃系統藍圖 步道系統的藍圖 整件硬體的設施 然後還有就是把一些軟體的資訊 先充實了 讓它的基礎建設更加的健全 然後在這些建全的以後 然後再依照步道設計的規範 跟步道做一些分級 推動武門山林 然後也讓民眾來參與 讓我們的步道的品質更加的優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推動在地的產業 可以讓產業能夠活絡 那在近幾年 盛太綠色旅遊非常的活絡 那我們更進一步的就是來充實 這個步道山林裡面的一些 自然人文的這些資訊 然後做一些基礎的調查 然後出版多元的相關的出版品 然後配合環境教育 以及搭配一些創業的活動 然後來深化我們這個步道的一個內涵 讓我們的生態旅遊 能夠在步道裡面能夠做得更精彩 那步道藍圖的規劃 我們由林務局來主辦 那就是邀請零件署 觀光局園民會 以及國內的學者專家 以及國內的一些登山的建型團體 一起來共同用國土的一個尺度 就是用國家的高度 國土的尺度來共同來破壞 那在95年的時候 我們就先規劃 建制了國家步道系統的一個藍圖 那剛才局長也報告過 就是我們全省全國有四個國家步道系統 那這個國家步道系統 就是挑選我們台灣最具人文代表性的一些資源 還有景觀美質 那可以提供國人來做這個生態人文的深度旅遊 那在區域步道的部分 大致上是在97年的時候規劃完成 那主要是選擇一些比較區域性的 比較有代表性的景觀特色的地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可疑性比較高 不難度比較低的這些路線 那適合我們國人來做這種健康休憩的這種新的旅遊 那這個圖是 左邊的圖是我們全國國家步道系統 這14個國家步道系統 那它涵蓋了48個山列段 那這個是14個區域步道系統 那這裡面還可以再細分56個區域子系統 那這個圖呢 是我們國內非常有名 而且很多山友非常喜愛的 這個淹嘴騷蘭國家步道 那右邊是大午山國家步道 我想大概很多喜愛華山的山友 大概對這些圖片都不陌生 那步道建制完成了以後呢 大概後續的就是怎麼樣來持續有效的來經營管理 這是我們比較要面對的一些課題 那由於我們在近年來政府的預算越來越縮減 那當然國外也是如此 那我們步道的政策呢 就也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從過去的量的建制 慢慢的轉移到這個強化值的提升 那從95 年開始 我們也推動這個武漢山林運動 鼓勵登山者能夠尊重環境 降低遊戲行為對我們環境的衝擊 那接著呢 也在推動這個步道志工 跟工作假期的推廣 活絡公眾的參與這個步道維護 那在去年開始 我們本局也推動這個手作步道的 維護制度跟實作的這個評估計畫 那慢慢的來培訓步道總子 步道領隊的總子師資 那這個就是因為在步道 有一百多條的步道 那這些步道我們實在是需要 在有限的經費底下 我們很需要說有一些 種子領隊來協助我們 來引進民間的這些人力 來協助我們來做這個步道的維護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步道志工 跟步道工作假期的部分 我們來做說明 那國內的步道志工的發展 大概就是參考國外的 一個志工發展的案例 那我們主要參考的就是 美國跟英國的這種運用民間資源 來做這個步道維護 來做整修的這個模式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個 步道組織的這個運作 能夠來建議永續維護山林 永續維護步道 生態環境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英國的 我們曉得英國在很早以前 就有這個鄉村步道法 那他們在1949年就已經 就是有這個英國國家公園跟 鄉村步道法案的推動 那在以英格蘭為例 那在他的步道主管機關 是英格蘭的自然署 那他們這個自然署 他們也是都是跟民間 來做一些民間的組織來保持 各種公司協力的夥伴關係 來推動他們的步道的一個維修 那他另外一個在英國最強調的就是 是這個步道領隊經營群體的這樣的一個群體技能 就是所謂的people skill 那在前面大概八天左右 就是這個英國的幾個專家 在協助我們訓練 我們一些種子教師 那在美國的國家步道法 他是來規範幾個各部門的一些合作 一些夥伴關係 那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阿塔拉契三進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主要美國的這個步道 主要是強調他的步道工法的這些專業技能 那他們也是跟很多的一些民間組織 有做一些維護 有些利用民間組織來做一些互動 跟協助步道的一個維護 那在步道工作假期的部分 這個步道工作假期大概大致上是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所謂的工作假期工作的話 大概就是志工的服務 就是協助我們三民跟步道的一個維修 維護整建 那假期當然就是有另外的一個部分 就是生態旅遊 那我們已經招募了一些 這個步道志工 那當然這些志工都是來自各行各業 那有學校老師 甚至有一些是家庭主婦 或者是科技新貴 那這些人呢 他們也是屬於愛好山林 那所以就利用他們在工作的雨霞 來參與我們這些山林步道工作假期 來參與維修這個步道的整建的工作 那從事這種勞力的工作 那他在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就是比較顛覆過去在遊客 到山林裡面去消費我們環境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當然就是說在這些志工 就是說參與這些 步道工作假期的這些有志之士 他也許他在活動 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 從短期的他也慢慢的 也許他可以就是把它稅變成長期的服務 來協助做一個步道的一個策劃的執行 而不是一個短期的工作 那這幾年來 從過去我們步道工作假期辦理的一些情況 就是我們在96年開始 在俠客樓步道開始辦理第一次的工作假期 開始 然後一直到目前這幾年來 我們辦了不下於四十場的 這樣的一個步道工作假期 那參加的人數大概超過了500人 那這些工作假期的這些活動 主要就是來協助我們來修建這些步道 或者是說來設置步道的導流墓 或者是排水溝修建那個階梯等等 那這些透過這些他們實際的 這個參與步道的整修跟維護的工作以後 那這些志工呢 他可以從完全沒有經驗的這樣的一個遊客 一直到他是 將來他是可以來從事勞動服務 然後可以作為我們步道旅遊的一個守護者 那這個表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是 大概這歷年來 林務局跟我們八個林區管理處 那結合民間社區 以及學校等等這些社團 辦理的一些步道工作假期 那這個部分大概遍復於我們全省35個地方 那有很多地方的工作假期都辦理的超過兩次以上 那另外也進一步的 除了參加這個工作假期以外 我們在我們的東四領館處 也成立了四個新型態的步道志工隊 那在我們的新竹領館處呢 他們也成立一個環境維護志工隊等等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個短期的我們個林管處 很多的林管處都有很多的一個 步道維護的辦理 步道維護志工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或是辦理的方式 大概都是以步道工作假期的方式來辦理 那我們就很希望說 在這個步道志工在參與這些 步道維護的整件的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從短期的這種步道工作假期的參與 然後能夠逐漸的隨便到成為一個 比較長期性的來服務的這樣的一個步道志工 然後來深化他的這個參與的這個深度跟廣度 那另外也鼓勵民間來參與我們的這個任養步道 那目前呢 我們很多步道的周邊會有一些部落或者是社區 那就會跟這些部落 山區的部落跟社區來結合 然後把這些社區 臨近社區的這些人力 把它轉化為我們步道的志工 作為我們來守護我們步道的一個主要來源的力量 那另外呢 就是也做一個推動這個步道的任養 那步道的任養有 大致上是可以用一個像企業的財務任養 也可以用一個勞務的任養的方式 那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經過統計 已經完成了43條步道的任養 那當然是幸福在我們全省各個森林館處 那參與步道任養的主要工作 大概主要就是協助我們這個環境的清潔維護 以及這個檢疫的這個步道的檢疫的維修 那我們最近呢 也有一些登山團體來任養 然後他們也協助我們做一些林野巡視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曾經也有舉發一些布法的一些林間案 當我們協助舉發布法的林正案件出來 那另外在任養的這些團體 他們也會協助就是在當山難發生 有一些緊急事件的時候 會協助這個救援 那林務局在工作假期跟步道志工 步道任養的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我們應該是說可以引領這個國內的工廠 那因為經過我們這幾年的操作以後 大概就是我們國內的許多的一些NGO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政府機關 國家公園等等 他們也大概都會認同這個工作材理步道 維護這樣的一個有益的工作 所以大概很多的單位都開始慢慢的在投入 那有關於手作步道 跟這個總子師資的培訓這個部分 我們這邊就簡單的介紹一下手作步道 我想這個會議資料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他介紹得非常清楚 手作步道強調的就是用人力的方式 然後採用不是用動力機械的工具 來進行製作跟研究我們的步道 降低生態環境跟歷史空間的勞動 然後讓我們這個步道能夠 是一個比較融入一個比較自然 比較有趣的一個步道 那手作步道的考量的一個原則 那這個是這裡面有六大項 就是從生態環境的考量 人文歷史上面的考量 然後結合這些傳統的工藝 古道的工法等等 然後在承載量的設定上面 盡量地就地取材 盡量地使用一些天然的素材 來修復我們的步道 那也重視一些步道修建完了以後 它就是要能夠因應大自然的變化 要讓它融為一定的穩定度 所以也是要經常常態性地來維護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強調這個公司協力的部分 那一個步道就是大家在使用 希望說能夠結合這些專業者跟民間的團體 共同地來參與跟合作 能夠維護我們這個步道的安全 那在步道志工跟工作假期的 這個我們過去也解釋了 我們這些步道工作假期的一些成果 那我們就從過去四年當中 已經所做的手作步道十五條 就是不同類型不同特色的主題特色的步道 實際去做勘查跟來做一些檢討 那在過去從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也完成了一些 針對這十五條來做一些勘查工作 那我們在勘查的 針對各個工項來做一些檢討 那我們發現說有很多大部分的狀況良好的 這些步道它的工項大部分都是 就地體材的石階梯 或者是氣石邊坡 或者是氣石的排水溝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 那就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部分 就是用天然的用手作的這個步道的話 它融入環境 那對於這個在使用上 可以做一個將來可以在比較能夠永續的 來做一個使用跟維護 那除了這個 氣狀況良好的以外 當然也有一些步道是 狀況比較不盡理想的 那我們也針對這些部分 我們也去了解 就是有一些當然就是說 除了受到颱風災害的影響以外 那可能還有一些工法方面 或者是施作設計不當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去深切地去探討這個原因 那這是我們在檢視這幾個步道的一些照片 那左邊的話是它剛剛施作完成的一個成果 那經過了三年以後 這是哈騰步道的時間一 那大概三年 經過了三年 那大概使用起來 大概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自然 就是它的自然度蠻高的 而且大家看起來就是還狀況很非常的良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木棧橋的部分 那這個經過了三年 就是有稍微有一些路沿的損壞以外 那大概大致上都還是一個安全良好的 保持安全良好的狀況 那這是當時的一個對照 這個也是同一個位置 然後就是經過三年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那個 它當時設計的成果量 也是還是難夠的 那在俠客樓的這個部分 這是在最早 就是我們提到就是工作價值 最早的第一場開始 在96年的年初開始 那這是他們當時做手作步道完成的一個狀況 那俠客樓的步道在97年的時候 它經過了兩次非常 就是兩次強的颱風 那造成了整個陸基有做了一些損壞 那整個當時的這個 手作步道的一些設施 大概已經稍微看到一些 有一些 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 然後一直到了 今年的2月再去做一次步道檢測的時候 我又發現 大概就是因為 整個經過長年這樣下來 那天后的關係 那可能就造成的這個步道 就整個就已經斷線了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還會再做一些檢討 就是到底是天后的步 除了天后以外 是不是還有一些 其他工法設計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是橫臉山步道 那橫臉山步道 這個是當時在97年的時候 他們設計的 那這是在手作步道之前的狀況 這是完工以後的一個 一個比較新的這個步道的狀況 那經過了六年 他就是右邊這個步道的狀況 那我們在步道檢測之後 發現他其實他已經都是融入了自然 那雖然有稍微這個 這個木柱稍微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神話以外 但是並補損我們這個 使用上的安全 並沒有安全上的固力 所以大概這個看起來 都還是一個非常手作步道 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在我們 根據從上面這些圖片的檢視 我們就是發現說 在手作步道在施作了以後 它的自然度會比較高 那跟自然的環境會融合在一起 那經過了很多年 大概都還能夠 功能都還能夠保持完整 使用狀況也非常的良好 那當然就是也有一些像 俠客的步道 那他可能就是先天的條件的限制 他可能受到地石 或者是強烈颱風的一個摧殘 那當然也有一些就是 他就是有整個 整個步道就受到損毀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就工法的部分 來做一些感進 那另外在尋覆人員在步道監測工作的 這個部分 我們也認為是要落實 因為有一些 我們在做監測的時候 往往要回去找原來設置的這些監測點 那就因為沒有辦法去找得到 那可見就是當時的GIS的基礎資料沒有落實 把它建立起來 那這個部分在將來 我們都會再把 在做這個步道檢核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可以注意 那手作步道的這個制度性的發展 就是需要一些專業跟這個殘害性 那我們需要一些 投入一些專業人力 那需要一些認證系統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有感於我們國內這個人力的缺乏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步道的檢討會上面 我們特地邀請了國外的專家學者來指導 希望說能夠培訓一些種子私資人才 那我們的這些訓練的這些私資人權 就是從過去的一些參與步道訓練的這些人權裡面 是作為我們潛在的人選 那這裡面 因為總子私資 他是要帶領志工來進行這個整個步道的整修 跟維護的一個理順 所以他必須具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能力 那就是大概就具有這些五個核心能力 那我們在這次邀請國外的專家來台 來協助我們做私資的培訓 那在大概主要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是群體的技能 也是在我們昨天之前的這個英國的WDC 他們這個部分三個人來協助我們 包括上一次的工作坊 那他一共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五個人 就是總子私資 然後第二個階段 他們在由這五個總子私資來訓練 來訓練在專家的結論之下 在旁邊協助指導之下來協助 在訓練我們國內的十八位 這個總子領隊 這是他們課程的內容 大概兩個機器都是各四天的一個課程 那這個是他們在訓練的一個情形 那剛才最後一張是課程 他們在由這些總子私資來訓練 來訓練第二次的 這是由總子私資來訓練 國內十八位領隊人員的這個工作的情形 那接下來就是在今天之後 就是在21號到23號開始 就是會有一個步道總子私資的 這個領隊工法的訓練 那這是由新加入我們冰島的一個 這個專家來協助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我們在手作步道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就是基地營 那這個基地營是要提供我們在做步道工作假期 跟步道維護志工活動的時候的一個 戶外活動的基地跟它時速的一個中心 那它具備的就是有三個要件 那主要的就是說 因為這些步道工作是一個非常好體力的 那他們也需要說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環境 讓他們能夠來做一個實術跟做一個活動 那首先第一個是它在操作工項的類型方面 我們在選擇這個步道基地營的時候 希望說在那個基地營的附近 是能夠操作很多類型的很多工項的這個基地 可以讓這些訓練的話可以學到更多的工房 那另外就是這個後勤補給的這個部分 就是要讓他們在耗衛體力之餘 能夠有一個得到充分的休息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可以從事一些娛樂的活動 那在工作假期如果假設說 基地營沒有這些條件的話 也可以結合聯金社區的這些部落或者是 來做一個或者是民宿來做一個生態旅遊 那同時這個這樣的方式 也可以促進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它也可以跟地方結成夥伴關係 那我們林務局也在最近 也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也挑選了幾個可能適合作為 步道基地營的一個場域 比如說像各位要去的這個嘉明湖 或者是能高的天池等等 這樣的一個 都是一個我們可以 將來可能是可以選擇作為基地營的一個 最佳的場所 那手作步道的一個效益 這邊大致上就是有生態的效益 經濟效益跟社會效益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對環境干擾比較小 那也比較能夠對環境友善 那經濟效益方面當然就是因為自工的加入 所以會減少一些 就是自工的參與會減少一些人力成本 那再度的另外就是搭配一些油廠的設計 能夠創造社區的經濟發展 那另外在社會效益上面 就是可以創造這個風雨風風的品牌 然後進行大家的身心靈 國民的身心靈的健康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做一個 進入國境和夥伴關係 就是由 在以我們今天委例就是 林務提跟簽引物道協會 然後就是把這個WTC 還有這個兵黨以及紐西蘭跟阿拉奇 這樣的一個國外的團體來建立夥伴關係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在我們公司協力的 這個跟政府部門來做合作的話 可以有很多無限的可能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手作步道 透過公司協力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透過政府的授權 然後專家的代理 還有這個民眾的參與 然後大家能夠做一個良性的互動 可以讓我們的手作步道 會發展出無限的可能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記主長為我們做這麼精釀的分析 林務局從2006年開始 就進行步道志工的推廣 一直到2007年第一梯俠克羅步道工作假期開始啟動 一直到今年其實已經歷經九年的時間了 那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我們說這個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因為我們下一階段其實有更艱辛的任務 所以呢在這一段期間呢 由千里步道這邊開始結合我們英國跟冰島的老師 來為我們台灣培育下一批的步道種子師肢 對那現在呢非常重要的時刻就是呢 在我們前幾天呢其實已經有進行了一批的步道種子師肢的培訓 這一次呢總共有18位的學員呢參加了我們這一次的培訓活動 那很高興呢我們這一次的成果大家都非常的優秀 那在這一次的研討會呢我們共有8位的學員來出席我們這一次的盛會 那要上台接受我們結業證明的那個受證 那我們現在邀請8位我們下一批非常重要的種子師肢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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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知道可以擔任我們總子師肢是非常不容易的喔 從我們2006年直到現在 他們其實都一直陸續的參加我們每一次的活動 那從我們一開始完全不懂任何工法 然後到現在非常的優秀 所以我們請紀組長幫我們頒發結業證明 我們先拍一張照片好好的場環我們照片 好的 我們的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攝影師 不好意思 開始 好 謝謝 可是我們要請那個 記組長可以先下來休息 我們的學員請就另外 要想想你們可以站在上面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幫助你們在上面的還有我們五位推手 對就是我們要邀請 在這幾年來一直 參與協助我們禮物局 推動步道志工的五位 步道講師一起上台 好 我們請講師上台 第一位是我們李嘉智老師 他從2006年就開始 陸續參與還有我們文耀心老師 徐明謙老師 雲姿還有曹正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邀請前陣子 非常辛苦我們從英國來的 Andy老師幫我們做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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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趕快樂練的掌聲好嗎 好 可以經過九年來 一直都不見斷的參與 才可以讓我們禮物局推動 永續步道這件事情 可以持續的推動 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我們其他的那個 從英國跟冰島來的老師 也可以上台跟我們一起拍照 好 老師 請老師上台 請老師上台 還有記組長 是 大家這一刻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因為我們從2006年推動到現在 已經辦了無數T的步道工作假期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旁邊的T-shirt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而這幾次的活動裡面呢 這五位老師都是不間斷 每一梯次都是犧牲 他們自己的生活時間 還有工作時間來幫我們參與 後面的志工伙伴們 就是偉大啊 他們也真的是拋架氣質啊 我們都說 每次出動到山林裡面 都是過得非常刻苦的生活 對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我們下面的照片 大家都真的是去搬石頭 找石頭 搬木頭 這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好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